您想問秘書 您想問秘書 很簡單 剛才Andy 說他都沒有足夠的時間 您可否告訴我們 您估計您需要多少時間 深思或者看回這些修訂 然後作出一個比較 穩陣的意見 這個問題也要問回法律顧問 Andy 你簡單 其實主席37A是一個無經預告 其實委員在討論完之後提出議案的 我也多謝黃毓民議員 他在會前又已經有機會 將他的議案給秘書處 秘書處就利用了昨天一日的時間去看 實際上我們整合這個文件 其實方便委員理解現在大致上 那一萬四千多項的議案是哪些類別 那如果要看 其實每一張去看 其實我想都是需要一些時間 那現在主席提出的那個 就不是說 因應這個內容大家去投票 因為這個我們整理給主席 是方便他理解裡面 現在手頭上的那一萬幾項究竟是些什麼 那主席其實一直都是提述 就是說 是委員他因應他自己本身 他認為要表達些什麼意見 那這個是各自委員他提出的議案的權利 不是說秘書或者是主席 他說 你應該要提出這個位置 你應該要提出這個 那這個主導權 是在 我相信是委員經整合去提交給主席去考 那秘書也好 法律顧問也好 甚至主席也不成熟 已經剛才把實際環境說了你聽 一萬四千幾條 昨天用了幾多個小時 我相信起碼整個 由小點幾打後 都用了時間下去 做到今天一個這樣的初步的分析 你會明白 實際上如果說得清楚出來 要每一張怎麼看 每一張這樣研究 我相信這個我們稍後如果有機會 就是看完這個秘書處的有關文件之後 我們完全有個機會 再討論37A 在今後怎樣幫助到委員 幫助到議會 好嗎 這一點我相信 很多謝大家 給了很多好的意見 但是 實在37A 在我 又或者作為主席也好 每一位委員都好 我相信未來 是需要有一個 比較合適的解決方式 如果不是 長遠來 我相信 這個未必是一個 議會裏順利的一件事成 好嗎 我只能夠表達到這裏 我們剛才作了一個基本的裁決 如果沒有改變 沒有什麽特別的意見 我們亦都希望這個項目 剛才大家都表達過 都想這個項目能夠完成到的 所以 若果委員沒有其他問題 本人 現在把項目付諸表決 贊成項目 FCR 括弧2014至154號 是的 黃毓民議員還有什麽補充 你現在就表決了 37A剛才就是 太老 作了一個基本的 如果你不去整合 你不去整合 我們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你整合 所以 只能夠 你現在先休息一下 麻煩你 我先讀一讀 好 那我可以作出一個 那我可以做出一個 一會10分鐘 一會10分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